老街的第一家店 就是位在景局旁邊的龍杏餅行 是一家專賣傳統大餅的店 那至於是什麼大餅 這就要先請老闆娘好好解釋一下囉 大餅一般就是12兩以上來講 我們都把它統稱為大餅 那在以前的話就是都是鄉下 大部分人就以這種大餅類 來當作那種訂婚的喜餅 那現在因為慢慢復古風的關係 現在都走向以前那種復古清化 所以現在大餅類很多人現在出來玩 就會當伴手餅 除了大餅之外 龍杏餅行的產品相當多元 有番薯餅 芋頭餅 竹芡餅 綠豆禿 麻糬等 最大的特色就是堅持百年傳統的客家餅義 那像我們客家的用料裡面 像菜脯啦 油蔥啦這一些 都是我們一些比較主要的一些元素 像我們的肉餅啊 這個就已經做了四代了 那它裡面主要是用那種 像肥豬肉也是客家的東西 然後去加上油蔥冬瓜糖 然後把它拌在一起之後做出來餅 都是客家的素材 然後像麻糬類的話就是 我們客家的經典代表 因為客家的麻糬是最有名的 因為小時候人家都講說客家人的 用那起拔很好吃啊 那我們就是把它包在餅裡面 那目前我們開發出來的口味 有蠻多種的啦 那最受歡迎就是我們店裡面的 紅豆滷肉蛋黃的 那它有點鹹中帶甜 那像肉鬆啦 像滷肉啦 然後我們把它包覆那個麻糬 加上菜脯油蔥 那菜脯油蔥也是我們客家人才有的 那一般市面上比較不會去加這個素材 所以我們這個招牌蠻多客人 只要吃過之後都會回來再找 老闆娘說 他們的餅都是手工製作 現烤現賣 而且不添加任何防腐劑 餡料也絕對是扎實飽滿 同手無期喔 我們的餡真的很飽滿 那一般市面上他們可能就是做 餡料不會像我們用這麼多的素材加在一起 所以它裡面那種配料啊 做出來的那個鹹甜度要抓得很剛好 然後像我們招牌這一個 光是那個滷肉的部分啊 都是我們自己拌炒的餡 那一定都是用新鮮的黑豬肉去拌炒的 來歡迎大家來三峽老街喔 來龍杏餅航吃手工做現烤的客家大餅喔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聊天 要一邊 보자 真人 吃 來 坐 來 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